时事焦点热门话题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 时事观察 各位美国湾居星岛中文殿代听众 大家好 我是霍永强 欢迎大家收听时事观察节目 本来第一节的重点 想和大家讲说有关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战 但刚刚有一个突发新闻 都与中国以及美国的外交策略有一些微妙的关系 大家可能都会注意到 北韩领袖金正恩在大家完全没有预期中访问中国 有关金正恩访问中国的传闻 在过去星期日 已经有些蛛丝马迹流出 直到今天 才由中国政府正式发布了有关金正恩访问中国的情况 提到朝鲜劳动党的党委员长 以及国务委员长金正恩 就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 在3月25到28日 再到中国进行非正式的访问 而这次金正恩没有先兆的访问 对美国来说 都有Semi变味的感觉 原因就是 到底这次金正恩访华 是什么时候拍的版 如果我们看过去一两年时间里面 又表面上一意孤行 要发展导弹 以及进行核试 还说能够拥有 可以放在核弹弹头上的核武器 可以足够攻击到日本和美国 但是这样的 狂热分子 这样的说法 突然 去到今年年初的冬奥 突然大转身 首先 跟南韩 提出一些和解 以及友好的说法 金正恩 还派了他的妹 金与正 去到 韩国 参与东澳 并且表现出来 一副落落大方的做法 一个这样的北韩 似乎 跟之前一年 所表现出来的态度 完全相反 现在在东澳 迅速 跟文在寅 达成协议 金正恩 预计会跟文在寅 在4月底 在 韩国的和平之家 版门店 和平区 进行会面 然后 特朗普 发出Twitter 说 他已经同意 跟金正恩会面 一时间 朝鲜半岛的局势 好像来了180度的改变 而在全面过程之间 正当大家猜测 中国和朝鲜的关系 似乎大不如前 突然 金正恩 率先外访 而他这次外访 第一次外访的对象 正正就是中国 而当中另一个被人差异的地方 当金正恩和特朗普 传出或准备会面的时候 当时 前任的中国外交部长 亦都是现在的政治局委员 杨洁篪 传闻说 突然加强要查探 一些跟金正恩有关的资料 当时 外交也有不少传言 中国是否要保获 当然 现在大家 就知道答案所在 但是 无论这件事 是中国保获成功 又或者 这是北韩之前的策略所在 对于美国的外交工作来说 似乎都不是什么好事 特别在相对于 做事比较周长的泰特森 要被炒友之后 似乎看到 美国在过去年纪里 不断被北韩牵着鼻子走 正当金正恩和特朗普会面 仍在国内被受批评时 金正恩又已经和习近平 非正式会面 而且 双方在会面之后 提出的官方的 引证里面 似乎都反映了美国 在朝鲜半岛局势的掌握上 显得非常被动 好像金正恩在访问中说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 潮中友谊和发展 潮中两党两国的关系 发表重要意见 令金正恩 受到极大的鼓舞和启发 所以希望往后 能够 与总书记 习近平经常会面 并且通过 互派特事 自亲不信 等等 保持 紧密的联系 并且将两个国家的高层关系 引领发展到新的水平 由这些说法来看 似乎更加暗示了 之前 朝鲜和中国之间的 关系疏远 似乎是烟幕 多于是真实 而另一方面 从习近平的反应来看 中国和朝鲜的关系 也不像外界看来 那么疏远 他特别说 中国注意到 近年来 委员长同志 带领朝鲜党和人民 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上 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举措 取得许多成果 多多少少都暗示了 中国对朝鲜过一段时间的动作 相当清楚 同样地有关朝鲜半岛的无核化 以及和平问题 金正恩的说法更正面 从书面发出的讲话 他提到 他有决心将北南关系 转变成为和解合作的关系 举行 北南首脑会晤 愿意与美方对话 举行 朝美首脑会晤 如果 南韩和美国 以善意回应他们的努力 认造和平稳定的氛围 为实现和平 采取阶段性 同步的措施 半岛无核化问题 是能够得到解决的 而且他进一步 还提到中国在这方面的角色 他认为 希望中方能够 加强 战略沟通 共同维护协商对话 令朝鲜半岛能够保持和平稳定 北韩通过冬季奥运会开始释出善意 又安排跟文在寅以及特朗普进行会面 现在又透过的老朋友中国 向全世界发出 北韩在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上 愿意作出努力 变相 将波丢到美国身上 但目前美国偏偏从 人选调动的安排上反映出 未来的日子会更加强硬 美国的外交政策 可以怎样调整 才能够配合这样的改变 同一段时间 上星期四 美国政府宣布了一对 600亿美元 中国苏美的产品 开征半支25的关税 而中国随即发动反击 而中国商务部 在星期五公布了 针对美国的 终止减让产品清单 对美国入口的部分产品 加收关税 但由于贸易战 早已在去年美国的军事策略报告中 提到将会使用 所以这件事发生 基本上是理所当然 但当中 看到有关于这些 加征关税的部分 看来的内容有点古怪 尤其是网上流传着 它上面的清单 如果 我们将上面 两个国家的名字 盖起来 你就可能以为 这是非洲 和中国的贸易战 又或者 会错误地 将中国和美国 在图片上的位置 倒反过来 原因 因为在中美贸易战 涉及的领域 中国对美国疑似 终止减税的领域 全部都是资源物资 如鲜水果 干果 葡萄酒 花旗心 无缝钢管 相反 美国对中国的 征税领域 涉及 新材料 工业机械人 新一代的 信息技术 高铁装备 航空产品 新能源汽车 当中除了内容令人感觉到意外之外 也只见了两个具体的情况 其一是两个国家 特别是美国 将表面上数额大 但有更多退路 更多腿袋品的东西 放在清单上 所以明显地这次 当中的贸易战 所谓贸易战 花招 多过真打 而一方面 美国副总统彭斯 非常强调 美国对中国 要加征关税 是因为 美国需要终结 屈服的时代 但事实上 我相信 没有多少人 包括传媒也好 甚至美国内部 也好 会认为美国曾经 又或者需要屈服于什么 更加迷回在经济上 尤其是 在同日的报道中 美国商务部长说 最终 都会就这些问题进行谈判 而不是单纯 为这些项目 进行开战 而这个图表 也反映了 美国如果真的要 解决贸易差 只需要开放更多的出口 特别 在一些科技产品 以及 甚至 军事的项目 如果开放对中国 这个贸易差 肯定可以很容易解决得到 所以很明显特朗普 挑起这次贸易战的目的 只不在于 解决贸易差的问题 而 第一个重要的 重点 就是希望可以巩固 目前的联盟 所以 美国虽然在港铁和铝进口里 加拿大 南韩 以及欧洲国家 其实 入口的数字 一点都不低 但是取得关税豁免 而这个目的 就是希望逼使各国 在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上 能够和美国 採取结盟 一致的地方 然后 效法八国联军 要打开中国的大门 所以 贸易战的真正目的 是希望逼使中国 取消外国企业 在中国的一些经营限制 令到可以自由进入中国市场 所以美国的贸易代表 早已提出了一些要求 包括下调对美国汽车征收的关税 以及购买更多美制的半导体 以及放宽美国企业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要求 同一时间 欧盟亦有反应 特别当中是德国 他立即说 欧美之间是不应该对立 而应该攜手地 抗争中国的 不公平 贸易手段 但实际上 如果我们看看 由2008年到现在 差不多10年的时间 欧洲 所谓欧珠国家 包括一些 比较弱势的 意大利 希腊 西班牙等等 很大程度上 他们能够翻身 今天 还能够安然度过欧阵危机 很大程度上 都是因为得到中国的协助 所以 中国面对一个表面上的贸易战 实际上 就是一个联盟 来彻底打开中国的大门 所以 未来的日子 中国就必须要破解 欧盟内部的一些关系 而同一时间 亦都可以加强人民币的国际化 例如 最近 中国原油期货 在上海期货交易所上市 而这个才是真正中国 配合市场开放 推向国际化的正确方法 参加